五月玫瑰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香水 香奈兒五號的關鍵成分 如果沒有被添加這種微妙的粉紅色玫瑰 香奈兒的香水就不會擁有那種神秘的香氣 正值法國南部收穫這種玫瑰的季節 讓我們前往一探其中的秘密 在法國佩格馬斯的墨爾莊園裡 玫瑰的氣味在空氣中飄揚 清晨幾十名工人正忙於在世界香水之都 格拉斯鎮附近的地區收穫盛開的玫瑰花 這種花在拉丁文中也被稱為五月玫瑰或白葉薔薇 是一種難得的大自然禮物 因為每年五月份僅在法國地中海沿岸附近 有三到四周的花旗 而因其細膩而獨特的香氣 五月玫瑰是製作傳奇香奈兒五號香水的關鍵成分 香奈兒五號是由香奈兒香水創造者伯克斯 於1921年創造的 七十多種不同配料令其香味獨特 也給香水世界帶來革命 雖然它的確切配方還是個秘密 但都知道百香玫瑰和茉莉花在其中扮演主要成分 當時大多數條香師都是用香水表達單一的花朵 如玫瑰或山谷裡的百合花 香奈兒五號則以調和多種花香精打破了所有規則 而隨著香奈兒五號誕生近一百周年 它長壽秘訣和它的配方一樣保持神秘 玫瑰收穫後立即放入粗麻布袋中送到附近的工廠提取香味 比安琪說這個快速的處理過程是為了保留盛開的玫瑰發出的最濃烈的香氣 生產一公斤的香精需要四百公斤的玫瑰 而在一小瓶香奈兒五號最濃的香水裡大約有12朵五月玫瑰的精髓 他們幫助保持香水的傳統 延續著香奈兒五號的傳奇